各位同志们,大家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上涨52点,不过尾盘杀了50点左右,不知道谁在杀,今天外资呢,卖了1.4亿,这个真的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大涨,整个台北股市来讲,外资这里竟然还在卖钞,那外资来讲的话,今年卖了1.25兆左右,大概卖了1.25兆,没有到1.3兆。 那整体来讲,今年的指数跌了,2022年跌了4081点,跌幅22.4%。那平均每个股民来讲,跌了100万元,然后就少了亏损了100万元。那这里来讲的话呢,在明年大家看怎么样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难操作的一年,还是动荡的一年。那你如果今年来讲,2022年,你如果说长期看我的节目,我想你至少能够 避免一些不需要的风险。因为在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您,在整个操作来讲,要特别留意一下。 像这一波,在1万5千点的时候,我跟我讲说,1万5千点就是一个合理的位置。在这里来讲,你买股票不要太认真。 那跌到这里来讲,当然短期季限还是没有破,原油行情可以期待一点,但是不要太多。但是重要的,在明年的整个大格局,你要怎么去看,这才是最重要的。马上为投资料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涨了52点,我也不知道谁杀下来的,我杀了快50点下来。 台积电,我们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台积电2330。 今年来讲,都有些杀了,那林华科今天还收黑了。 林华科,那连电来讲的话,今年也收黑,都是开高走低,开高走低,大型的全资股的部分。 那外资卖了1.4亿,在这里卖1.4亿。那这个原则涨是不好的事情,因为美国股市昨天毕竟费半涨了3%。 那台积电涨了4%。那整个来讲台北股市这样的走势,代表说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兆头。 不过这里来讲,当然我们从大盘来看,从大盘来看,其实目前来讲的话,你看在离破半年线已经三天了。 所以说这个离破半年线来讲,已经形成一个有效的位置。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放大一点。 这是这条半年线,这条桃色的半年线,三天。 那这里来讲的话,你说能不能守得住,当然是看美国股市。 那希望美国股市在我们年后,能够元旦后,能够涨。不然台北股市这里来讲,季线。 这一次来讲,第一次碰季线促进嘛,如果再下坡一次来讲的话,季线能够守得住的话,就不太一定。 所以这里来讲,短线上,原线行情,大家讲原线行情,不要期待太多。 其实我从12月中,差不多12月10号开始,看这个盘就有点不太对劲。 12月来讲,本来过去来讲,八成以上都是越可以要收红。 但是越看越不对,所以说我说,李白告诉各位投资朋友,14800, 会发生情急,不然在今天收盘是看不到的。 但今天收盘来讲,是收的相对不好,14137点。 连周线都是收黑的。 那今天收红1也不大,只收了52点而已。 那如果说美国股市昨天没涨的话,那今天一定还是收黑。 但增结来讲,还是在外资。 那我们会从今天来讲,外资的一个动作。 三年卖了2.2兆台币,你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在明年的投资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那我们在短期,大概股市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今年还没看到这一张。 我们先看台积电好了。台积电来讲的话, 昨天在南科18厂,它整个上扬量产, 还有一些整个厂区非常大。 那要投资1.86兆台币。 投资1.86兆台币。 这个1.86兆台币是比美国的400亿美金都还多。 所以他为什么大声讲说,他会更有台。 我会讲说,我接下来三奈米量产会非常好。 跟五奈米来讲的话,多好多好多好。 讲得这么好,我知道都很好都很好。 但是如果讲得这么好,外资今年, 光卖台积电卖了5100亿。 卖台积电卖了5100亿。 对不对,如果说他未来这么好的话, 那外资再卖,那代表什么事情? 因为外资是他最大持股,70%。 今年卖了5100亿。 代表说他台积电看法是因为美国股市跌。 对不对,也许因为美国股市跌。 但是如果真的美国股市涨的话, 他能够愿意买多少回来。 但是就长期来讲的话, 今年卖了5000多亿, 在台积电在投资这么多钱的过程当中。 其实外资他们至少,我个人觉得, 他对外发表的,跟他们心中来讲的版本一定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不一样。 我说,用钱投票是最能看出个人的看法。 你说他写个报告,随便想说我台积电多看好多看好。 我跟你讲,他都没有用。 你看他卖超就很清楚。 所以说,台积电投了这么多钱, 你就三奈米,两奈米,一奈米。 接下来,如果说中国大陆在高阶制程的部分来讲, 被美国限制以后,光中国大陆14亿的市长他都吃不到了啦。 对不对?14亿的市长他都吃不到的话, 那我请问投资没有? 那接下来台积电投资这么多钱, 他的投资效率什么时候长的未来? 这是投资没有你要特别留意一件的事情。 所以我说台积电最多啦, 其实他的本益比15倍应该是天花板的。 15倍绝对是天花板的。 你如果要买台积电最安全的就是能破到10倍。 就像之前370块那时候, 那时候买是最安全的。 那时候买是最安全的, 你看37嘛。 今年台积电差不多37挣物一块钱, 差不多38到39之间啊。 你看370的时候, 本益比10倍370你去买, 今年就赚钱。 那你说你买在500块间有赚钱吗? 对不对? 你500块的话, 你如果说一成金人本益比的话, 你本益比都已经来跳到15倍左右了。 15倍都不到, 14倍多啊, 你就没有赚钱了。 那明年来讲, 大家估差不多32到34之间。 所以说台积电如果说相对安全的点了, 你最安全就买在320, 330, 讲话你听一点, 还会再破底一次吧。 那你说最高价呢, 如果说后年看41块, 有人会去换40块, 15倍, 所以台积电600块就天花板价。 600块就天花板价。 所以我说台积电已经不值得你在做一个比较说一个长线投资。 但是今年来讲的话, 就是台积电, 很多人讲说台积电好好好, 很多人一直还是在买, 我们政府今年也是在买啊。 所以今年为什么, 你说那个售险业一亿卖股票, 11月份赔了快900多亿啊, 卖了1000亿赔900多亿啊, 就赔一半啊, 我讲哪一天都是赔钱在卖。 就是你看台积电今年来讲, 光政府基金买了多少台积电, 个人买了多少台积电, 都是外资到处来的。 所以从今年的状况, 你投资货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不要去看台积电什么, 多好多好。 我觉得他公司上, 但是就投资来讲的话, 外资的策略已经改变掉了。 这一点你投资一定要留意一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一点。 外资从2012年开始, 你看从这边买买买, 从2012年到2020, 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外资在台北股市卖了1.2兆。 你这边加一加算一算, 差不多1.2兆左右。 好,1.2兆左右。 所以你看外资是不是在跑? 尤其近三年, 跑得更快。 5300多亿, 4500多亿, 1.2兆左右。 所以你看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卖了2.2兆的钱。 那卖了2.2兆的钱, 我们来看一下, 在2020, 我们在2019年的12月31号, 那一天的指数的位置是在11977点。 你说当作12000点就好了。 所以从12000点涨到18629, 到现在的14137点。 多了这2000点的过程当中, 这三年来, 外资一共卖了台北股市2.2兆的钱。 那投资朋友, 你要去问一个, 想一个问题哦。 外资为什么, 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三年, 尤其在台北股市, 将对的走多头行情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2022也是走多头行情, 2021也是走多头行情啊。 今年走空头, 卖的更多。 从18000直接给你卖到12000多啊。 11月没有买到2000亿的话, 今年卖的更多, 对不对? 2000再算上去的话, 对不对? 就这样的1.2兆, 1.4兆啦, 1.3兆多啦。 如果没有买这2000亿的话, 那外资为什么会在这三年来, 为什么? 所以你从外资的整个, 这三年来, 它是在卖超台股。 但是卖超台股来讲, 我们从这张图看啊,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啊,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是2021, 2020, 你看啊, 2020涨了23%的台北股市。 对不对? 你看他还是在卖, 卖了4000多亿。 2021, 有没有涨? 涨了24%, 对不对? 也涨啊, 整年都涨了24%, 他也在卖。 那今年呢, 跌了不是19%, 这是之前的资料, 跌了22.4%, 外资卖的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根本都是在卖。 根本就不关于台北股市涨跟跌, 他的策略都是在卖。 对不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连续三年嘛, 涨也卖, 跌也卖, 涨买少一点, 跌的话, 卖更多。 那同学朋友, 如果是你是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按着什么心? 你的想法在哪边? 我根本就在撤资, 我不是在投资啊, 我是在撤资啊, 对不对? 我就是对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我就是就长线来讲, 你涨我卖少一点嘛, 但是你跌我就卖多一点嘛。 所以有人期待说明年, 啊, 这外资三年卖了两兆多啊, 外资随便买个五千亿就好了, 明年就大涨了。 这种想法, 投资本, 你不要存在这种想法, 不要被误导, 不要被误导。 投资本, 千万要记住, 你从外资的这三年来讲, 外资对台湾来讲, 我个人觉得他是在做撤资。 那为什么做撤资? 我们都很清楚嘛, 台海关系嘛。 也许外国人看到了我们自己本国的台湾在地, 我们没有看到一些风险, 讲难听一点。 当然你说今年才发生俄乌战争了, 但是呢, 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 外资在卖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台北, 台湾的经济体。 你看台湾来讲, 今年卖到本益比, 现在已经卖到以目前一万四来讲的话, 只剩下差不多十二, 差不多十三倍左右而已。 其实都低于现在的, 平均的历史本益比的十五倍左右。 平均值, 我们讲平均值。 所以说外资来讲的话, 连续三年的卖超,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是真的景气不好吗? 也许啦, 你今年来讲, 美国股市的一些股价真的跌得非常的多。 但是呢, 你看外资连续三年这个卖超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北股市涨跌都是和外资。 外资虽然在2022、2023年, 它在整个涨跟跌股的过程当中, 整个冲的往上涨的过程, 都是外资在推动的, 跌也是外资在推动的。 好, 那这三年卖了2.2兆。 同学朋友, 你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外资这一波, 在对台北股市接下来, 它的想法在哪边? 连续三年如果都是做同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那你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 我们再看这一张。 你看外资从2012年, 其实每年都是买的, 就是买,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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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2017年, 2018年卖超, 对不对? 2018年卖超, 2019年又买超回来。 所以你看, 你很少看到外资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连续三年都卖超, 而且越卖越大。 这绝对是一个趋势的改变,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趋势。 当然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再看这一张。 这张其实你看出来是蛮好玩的, 你看到遇到2的话, 都很惨, 有没有? 19, 20, 这是十年一个循环, 1991到2000年, 你看遇到这个2的, 1992, 2002, 2012, 你看三年都跌。 真的, 你看这张统计真的是蛮好笑的。 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定律在, 你看到2的都跌。 你看442的, 442的, 这三十二年的统计, 三十二年的统计, 这四个2的, 1992, 2002, 2012, 跟2022, 你看, 今年是22.4%吗? 你看, 27, 22。 所以如果说找找这份统计之后, 你就记得, 台北股市遇到这个什么, 比如说现在2022, 2032, 我会看又是暴跌, 又是暴跌, 然后遇到5的也不好, 你看到没有, 5的也不好, 1995跌了27%, 然后再来是2015也跌了10%, 也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8的部分, 你看8的都都死了, 1998, 2008, 2008最惨, 金融海啸, 有没有, 跌了46%, 然后2018, 2018也跌了9%, 也跌了9%, 然后如果整数年, 这是千禧年, 2000年的网络泡沫那一次, 那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你看遇到2, 5, 8都死了, 10的, 所以说, 你说就几率来讲的话, 那这里2011年有一次21%的, 那今年22.4% 那我们看一下, 台北股市来讲, 就连来讲的话, 没有连续两年跌的啦, 你看今年大跌, 就涨了两年, 涨了80, 17, 有没有, 今年大跌嘛,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那个年度就涨, 大跌一定涨, 而且几乎你看, 都是两年涨, 两年涨, 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 大跌, 至少这边大涨嘛, 但是又大跌嘛, 对不对, 那这里来讲, 跌, 涨, 连续涨1,2,3,4,5, 连续涨了5年, 有没有, 连续涨了5年, 然后就跌了46%, 后来隔年78%, 金融海啸那年涨了78%, 然后又涨10%, 21%又涨3年, 10%又涨9%, 又涨3年, 23%, 23%, 24%, 那今年跌了22%, 所以说明年来讲的话, 2023年是个很大变动的一年, 但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 但是历史经验会不会说一个特例啊, 对不对, 但是至少从台湾股市32年来的历史, 从来没有连续两年下跌的, 但是没有连续两年下跌, 我们讲说以今年的收盘价14137, 你给它记起来, 对不对, 就是算明年, 2023年的12月31号, 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礼拜六礼拜天啊, 我们就以最后的这一天来看的话呢, 它的收盘价上涨比14137还高的几率是100%, 从过去的经验这个数字来看, 是100%啊, 是100%啊, 那我们再来印证嘛, 对不对, 明年一年后再来印证嘛, 这个数字对错嘛, 但是你就记住这一点嘛, 对不对, 记住这一点嘛, 所以这里来讲, 从这个历史经验来讲, 今年虽然大跌, 大家平均赔了100万, 但是很多人觉得已经失望了, 但是你也不用太失望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 明年的指数来讲的话, 收盘价在明年年底的指数收盘价, 一定会高于14137, 这是100%的保证的, 100%的保证的, 但我讲指数来讲, 也只有上帝知道而已, 只是说拿这个数字来跟你讲, 但是呢, 我们从数据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讲的话, 一些因素来讲, 尤其外资明年的整个买卖超, 其实外资买卖超对大盘影响的方向, 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今年的外资卖了1.2兆, 当然套到谁, 政府基金也套了不少, 我们看一下, 今年光八大韩库, 买了3940亿, 台积电呢, 外资卖了5100亿, 我们的韩库, 买了1383亿, 对不对? 联花科也买了248亿啊, 元大台湾50亿也买了280亿啊, 我想, 以平均成本来讲的话, 应该是赔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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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一些, 尤其售型公司来讲的话, 它的背底损失那么大, 也在这里, 外资全部都倒给我们台湾人, 我讲难听一点, 就倒给我们台湾人嘛, 那如果外资不拉呢, 这些怎么办? 我外资好不容易, 像台积电他卖了5000多亿了, 那我请问, 台积电要遇到什么状况之下, 外资才愿意再把这个5000多亿买回来, 对不对?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 不然他卖了, 我如果长线走了, 我就到了啊, 我干嘛, 我就已经获利了结了嘛, 所以台积电来讲, 那个长线的筹房已经开始乱了, 你懂你知吗? 已经开始乱了啦, 你看今年的小股东, 台积的股东多了140几万人啊, 一共140几万人, 大家都在买台积电啊, 对不对? 户国神山, 户国神山啊, 外资不要, 我们来减啊, 对不对? 那这问题是, 你从股票来讲, 你外资不买怎么上去呢? 对不对? 外资不买怎么上去呢? 你看外资光12月份啊, 我们看, 我们讲台积电12月份, 你看这里, 外资, 你看12月在这里啊, 12月开始, 对不对? 见高点以后, 你看这波是外资买上来的, 你看外资, 你看这几天蒙买, 有没有? 蒙买, 台积电这买几万张啊, 这开玩笑, 买了4万多张啊, 对不对? 买了2万多张啊, 你看这每天买啊, 这外资这样, 这一波买到这边高点以后, 你看外资一不买, 一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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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点, 然后开始卖, 开始跌, 有没有? 你看这次, 这次外资一直卖一直跌, 卖, 一直卖一直跌, 卖卖卖卖卖又一直一直跌, 对不对? 昨天要卖嘛, 对不对? 今天来讲的话, 买卖我不晓得了, 但至少今天又开高走低啊, 你看五千多张, 一万五千多张, 对不对? 都卖就一直跌啊, 那如果这么好的话, 台积日我看这么好, 他们说目标价看多少吗? 看六百吗? 看五百五吗? 那为什么这里一直卖? 对不对? 为什么一直卖? 你要问外资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不是他的策略? 他是不是在撤台湾? 所以你不用看今天报纸, 像刘德燕董事长讲的多少多少都好, 没有用, 就投资来讲, 也许工资很好嘛, 他还是赚钱给你啊, 但是费很少钱啊, 对不对? 一季都费2.75元而已啊, 他钱都拿去投资嘛, 我讲难听一点, 台积的一年赚多少钱? 投资朋友, 我注意这本帐, 我一直投资朋友你要去算清楚, 台积的一年好了, 赚好, 赚40个资本额好, 台积的资本额是多少钱呢? 台积的资本额是2500多亿吧? 2200多亿, 赚4个资本额也赚8000多亿台币而已, 8000多亿台币而已啊, 好,你说美国一投资就1.2兆啊, 台湾投资这边1.8兆啊, 加起来就3兆多啊, 那后续还要多少, 还要几兆要出去啊, 对不对? 那你说你这样, 年年你这样投资的过程当中, 你每年都能够收到这么多的钱吗? 能够赚这么多吗? 我是有点搞不清他这样的投资逻辑啊, 因为他如果一直这样大量的投资的过程当中, 全世界一景气一不好的时候, 你看他则就会吓死人了, 所以到最后台积的会不会产生个崩跌的现象呢? 对不对? 讲难听一点, 所以说外资这里他在卖, 我觉得不是没原因的啊, 因为他真的承担了太大的风险了, 他真的承担了太大的风险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说他这样子无限制的, 尤其像美国的投资又没什么效益, 所以接下来, 其实当然台积电我们也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呢, 接下来他面临的这种风险系数的, 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提高的, 所以投资本这一块来讲,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台积电这个未来, 他在他决定台湾的命运啊, 讲难听一点啊, 也决定了台湾股市的未来啊, 所以当然是就台积电来讲, 我觉得这个来讲, 根本不是买田啊, 有人讲说季线这里就不用太怕, 真的如果不用太怕了, 今天会很杀尾盘吗? 对不对? 美国股市昨天涨4%的过程中, 今天台积电只涨2块钱而已吗? 所以很多的, 从排面上你可以看到出来, 一些风险的东西其实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的, 所以投资本在明年来讲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特别留意一下, 那我们在昨天来讲, 跟你讲景气对策讯号, 那从景气对策讯号来看, 来看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边来讲, 事实上讲说, 以从过去的统计, 从12这边的统计来讲的话, 从2009年开始, 2009年再往前, 你看这是2005年, 台湾的整个的景气循环, 景气循环, 我要跟各位投资本报告就是说, 台北股市你可以做, 但是也只能做破断而已, 小破断而已, 就大长线来讲, 外资如果一直在卖的话, 你要特别留意, 你要把这个利空化在心里面, 这个利空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如果说外资在明年假设, 假设明年如果破12000点的话, 我跟你讲台北股市12000点, 如果真的有它跌破的话, 我想这一辈子, 应该很多年都站不上去, 这要特别留下这个大趋势,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以景气对策讯号来看, 我们从景气对策讯号, 华南登后约5到11个月, 到达景气的谷底, 到达景气的谷底,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来讲就是景气对策讯号, 这个是景气对策讯号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 你看这是景气对策讯号, 景气对策讯号, 从高点到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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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统计来讲的话, 他就说, 就华南登到景气低点的位置, 景气电源是9个月, 这第二个循环的话是9个月, 第三个循环是5个月, 第14个循环是11个月, 华南登, 那这里来讲就台北股市, 华南登到股价的谷底的位置, 这边是以股价的台北股市的股价, 是6个月, 4个月跟11个月, 6个月11个月, 所以说,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就今这个, 我看, 12月, 11月是南登嘛, 10月份是华南登, 18分嘛, 那接下来至少, 至少啦, 5个月的过程当中, 应该都是在南登, 才会看到谷底, 那你看是不是在9分嘛, 我说在9分嘛, 所以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 从, 我们讲11月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已经一个月了, 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 在明年的4月见底, 明年的4月见底, 最坏的状况景气, 就在明年的10月见底, 明年的10月见底, 但是呢, 在股市见底的过程当中, 都会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 你看这一波来讲提前三个月, 这个是提前一个月, 这个是提前四个月, 所以说, 就整个见底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也不晓得啦, 5至11月这个范围太大了, 但是至少, 同学们你可以这样讲, 至少第一季还不是见底吧, 从这一章的整个论述, 至少明年第一季, 就景气来讲, 是不可能见底的啦, 是不可能见底的, 所以第一季见底这种想法, 你可能完全百分之百拿掉了, 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了,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那所以说呢, 如果说明年第一季不是见底的话, 那我请问, 14000是这一波的底部了吗? 不可能啦, 大家现在其他的, 就是说, 原月来讲, 有个原月行情, 接下来, 二月份换完包来讲的话呢, 如果美国股市能谈一点, 台北股市, 在14000到15000这边, 可能就换换换换换一下, 换完以后呢, 如果景气再不好, 尤其是, 在第一季财报, 差不多一两, 二月过以后呢, 对今年的看望, 如果更悲观的, 一些讯息在出来的过程当中, 那股价又开始要反转, 所以整个股价来讲的话, 就短期里面, 一月份来讲, 我想不会大跌, 毕竟记下来, 躺在这边, 但是当一月二月过后, 接下来, 整个来讲都很难讲,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整个景气的变化, 整个景气的变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相对的, 这个投资朋友, 你看人家估的这么准, 三年, 目前缩表的, 对股市的影响, 现在大家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想到说, 利息明年五点多, 高在那边, 大家都知道了, 也许已经反应了, 但是这一点, 你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纽约原主会银行, 估三年缩表2.5兆美元, 就是回到美国的F1的钱, 从市场捞回去, 三年要2.5兆美元, 那我请问同学, 这是关水龙头吗? 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 九月开始以后, 公债减了600亿, MBS就是抵押债券, 房地产抵押债券, 减少了350亿, 对不对? 从这个来讲, 他从这个, 从花行这个来讲, 从市场收资金, 每个月收950亿回来, 950亿美金啊, 所以这样算出来, 三年来讲的话, 会缩表2.5兆, 所以除了升息以外呢, 缩表在市场上, 抽钱回去来讲的话, 对股市来讲, 一定是不利的, 不用讲那么多, 一定是不利的, 那个最重要的不利, 就是在本益比的往下修, 就像这样的特斯拉, 明年估到6块, 股价最低跌到109块, 你看本益比修正到, 从快100倍, 修正到十几倍, 所以股价今天跌7成, 跌快7成原因在这里, 本益比的下修嘛, 那美国股市, 如果说本益比在往下修, 台湾股市会被跟着往下修, 一定会往下修的, 所以这是在整个不利因素来讲, 通常你一定要特别留意下, 很多人只给你看升息而已, 但是这个缩表来讲, 这个2.5兆美金的缩表, 对美国股市的杀伤力, 一定是存在的, 一定是存在的, 所以说这里来讲, 就明年来讲, 大家一定是, 明年一定是, 还是多灾多烂的一年, 当然这多灾多烂的一年来讲,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说, 真的讲实在话就是, 活在现在了, 就以现在的行情来看, 但是你对未来来讲, 你对整个总体经济来讲的话, 几个大变数一定要留意下, 二五战是结束了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升息维持在高利率的状况嘛, 缩表也是每个月950系在缩表嘛, 所以说你说在台积电讲呢, 说在后年, 2024, 205年, 这个什么三奈米, 两奈米会怎么爆啊, 如果说这个, 这些因素都还存在的话, 我请问同学没有, 爆发到哪边去啊? 所以台积电的好, 一定是在总体经济好之下, 它才有可能爆发, 如果总体经济来讲, 如果不好的话, 你看, 美国多少公司, 多少科技公司都在裁员啊, 对不对, 现在现在苹果还没讲而已哦, 什么Meta, 亚马逊一次才裁2万人啊, Meta一次也裁快1万多人吧, 连特斯拉也在裁, 那推特更不用讲, 推特裁了一半啊, 3700多人, 一万都裁光啊, 所以这些科技公司在台湾来讲是没有, 但是台湾目前遇到什么, 台湾现在是新资, 在台湾是人事在冻结哦, 科技公司现在是不找人的哦, 你要去想哦, 目前是在冻结的哦, 这是我小孩子跟我讲, 因为他现在在那个liquid air嘛, 他知道现在怎么办到底什么, 根本就是没有在找人了啦, 哦, 所以这个趋势来讲, 其实对股价的影响都是不好的, 所以现在能够涨就是, 今天啊, 观光股啦, 今天涨一天底啊, 主力, 内支就是做这些, 我们讲观光股好了啦, 来, 我今天终于看到了啊, 有人, 对观光股的评价终于出来了, 难得看一篇跟各位投资分享, 今天观光股真的还表现不错, 你看熊师, 今年估说赔8块2, 真的还假的啊, 对不对, 明年估赔5块2, 股价100块, 旺旺今年赔0.3, 护0.3, 明年估护0.2, 金华今年赚7.4, 明年才赚7.8耶, 股价多少, 250块耶, 云品我觉得还合理一点啊, 1块8跟3块3, 现在股价59块, 你说你这种股票你现在敢去买吗, 我讲难听一点2707, 对不对, 你看这波金华, 从这里涨涨涨涨, 现在涨250几块, 赚7块钱的公司, 好到哪没去, 就是饭店而已啊, 那你说如果爆发来讲, 我们当然质疑这个真, 但是至少人家敢讲, 敢发表出来, 我就跟你报告嘛, 你要不要三星再密吗, 如果金华去年赚7.4, 明年, 你说商机多大啊, 边境开放, 还是7.8而已啊, 对不对, 那才涨, 成长多少, 本一比几倍, 不是没有, 本一比几倍, 30倍啊, 有这价值吗, 但他可能玩筹码, 那你现在你说, 涨到250, 你想买,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熊市更厉害啊, 对不对, 你说熊市更厉害, 我不用讲, 我熊市更厉害啊, 了不得的公司啊, 连续几年赔钱, 连续两三年赔钱啊, 一百多块的股价, 你怎么去评价他, 每年也不会再发股力啊, 投信还在买, 如果说商机爆发的话, 为什么今年还是赔5块呢, 明年还是赔5块呢, 对不对, 当然也许人家是乱估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至少我是, 目前看了所有的报告, 唯一家券商, 敢把, 讲这话, 敢把李星生拿出来估的, 就只有他而已, 就只有他而已, 你看, 今年估56亿, 明年才估59亿, 熊市从28亿, 到40亿, 大幅成长哦, 大幅成长哦, 但是你看还是赔钱, 所以同事也真的厉害啊, 每年赔钱的公司股价都可以维持到一百块八十几块, 真的是拍拍手而已, 那你要去投资, 我也没话讲, 你说叫我代会买这种股票, 我打死也不敢啊, 我讲难听一点, 就涨也涨他的, 看不懂啊, 我真的看不懂啊, 那这里来讲, 你看啊, 这里还有一些根贵报告, 这是人家最新的哦, 对不对, 长荣他估21块明年, 雅民估7块钱, 旺海估8块钱, 这是明年的, 这是比较乐观的预估啊, 这是比较乐观的预估, 比较乐观的预估, 那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这是看最差的, 友达跟群状, 明年他说赔4块钱, 你看从负6, 负15.9, 负4.68, 友达群状负4.25, 一般来讲大概都估到负2.8左右, 没有啦, 但是如果估到负4.68的话, 股价一定跌的, 股价一定跌的, 就是, 你说这种, 投资机构来讲的话, 每天估的, 原则上, 你要怎么去看他, 就在怎么你, 但是呢, 至少, 赔钱是大家都一定赔钱嘛, 对不对, 你看友达, 股价就在这里十几块而已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再往下跌, 如果今年赔钱跟明年赔钱, 你去看啊, 投资票, 你如果是有面, 我说面板就是真的涨, 你真的, 你看不懂就算了啦, 因为讲实话, 你如果以投资来讲, 你会投资一家, 现在去买一家, 说明年赔钱比, 今天赔更多的公司嘛, 对不对, 虽然一月份的面板, 其实平稳啊, 价格平稳啊, 问题平稳, 你整体来讲的话, 你整个出货量跟, 今年比还少5%啊, 你根本不可能赚钱好不好, 对不对, 我常说啊, 你从友达群创, 你去算一算, 你不知道他怎么赚钱的模式怎么来, 讲难听一点, 所以再报一个什么, 新冠疫情第二吧, 但是大家已经都买那么多了,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商机也不能再重复第二次了, 反正凡事就是第一次最好玩而已, 没有再第二次了, 所以明年来讲的话, 会什么样股票涨, 什么样的, 什么状况出来, 我跟你讲啊, 那个园长到时候才能知道, 你说预测那么多也真的没有用, 但是至少从这些, 你说以面板来讲的话, 以旅行社来讲的话呢, 其实人家至少顾这个数字,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要不要相信真的在于你, 但是至少熊师, 我觉得真的还是赔钱的几率比较高啦, 讲实在话, 真的赔钱的几率比较高啦, 所以说, 这里来讲的话, 你不要对旅行社, 你要操作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就是以一个技术面去看就好, 你说熊师, 讲难听一点, 你说技术面来讲, 算是很漂亮的, 你看, 这个大长黑爆大量以后, 你看他到这里, 长线的位置就止跌了, 就往上走了, 有没有, 就开始亮缩了, 你说从技术面来讲, 也是真的蛮厉害的, 但是你买一百块, 你知道他赔钱的公司, 你只能期待着主力就做上去而已啊, 除非说你认知主力嘛, 不然讲难听一点, 你从这边来讲, 你从一个投资的角度, 你怎么去摸他的底, 很难去摸啊, 真的很难去摸, 好, 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买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明细写清楚, 填完资料按提加, 服务者们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右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进入, LINE族群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交点盘后解析, 今天两个节目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助各位投资没有操作, 所以您赚到钱, 谢谢各位